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11 Turbo 我经常说一句话啊 就是不是所有的911都是911 Turbo 因为911 Turbo 尤其是997这一代在国内的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像这台车买下来仅仅不到五川的这么一个价格 然后这台车呢 就是你猛的看上去啊 它跟我之前的那个卡雷拉S 997.1的卡雷拉S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就是多了个尾翼 然后除了之外 可能觉得视觉效果会觉得 哎 排气可能布局上有一点区别被收到后杠的里面了 然后其他就是觉得可能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吧 但如果你把两台车放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觉得这个997.1 Turbo 的这个 车尾的宽度 就是屁股的这个位置 是明显要宽出一截的 大概宽了十几厘米吧 因为我查了几个版本的数据 都有一点出入 所以反正十厘米是大概有了 会多出一块来 所以整个车尾 你去看上去这台车显得会比普通的两驱版本的这个卡雷拉是明显要敦视的多的 呃 它这个宽度啊 是跟卡雷拉4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四驱版本的这个997的底盘都会把这个位置宽出一块来 会显得实力效果更加的棒 然后Turbo 不用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非常标志性的一个logo了 所以我并不准备去把它换成一个Pause啊 还有一个小号的911啊 就是991底盘的那种贴标的方式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的引擎 就是一个高流量的风格 然后在这儿呢 也有进去它的中冷气的位置 然后呢 这台车 还有一个可升降的尾翼 我去车里给你升起来 啊 当你的车速超过120的时候呢 这个尾翼就会自动升起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把它升起来 然后让车尾呢 会有一个更强的下压力 来 走来侧面 看见了吗 这个就是一个侧塞 空气 冷的空气可以从这儿进去 然后吹到 刚才我给你指的那个中冷气的位置 去把进气的温度进一步的降低 然后让它的动力可以更强 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 算是配备吧 但也就是这个非常标志性的配备 会让它看起来跟那个 保时捷的卡曼 还有Bogster 会有一点相似 因为我开着这台车在外面的时候 我真的就听到过什么呢 人家怎么说 就是说 哇 你快看一台保时捷 然后那边就有一个人说了 这不就是一个卡曼吗 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几十万而已 我靠 当时我你妈 但你知道当时这个这款车啊 它的原价发票是217万 而且它现在在北京的存置量非常非常少了 基本要么就外迁了 而且它的销量本来就很小 然后还有呢 我哥们儿有一台跟我同款的997.1的敞篷版本的这个911 Turbo 然后他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说 哎 你看这台保时捷真漂亮 然后 变上一个人就给他解释了 啊 这不就是一个 Bogster吗 没多少钱 几十万而已 我靠 我当时我哥们儿就 呃 一脑门的汗 真的是挺头疼的 然后我这台车呢 看这个车程高度 你也知道了 换了一个H&R的短黄 然后换的是运动系列的 然后它的支撑 支撑会比原车的弹簧更好 而且整个车身的高度也降下来了 然后轮毂非常的漂亮 是咱们国产的一个牌子 叫阿迪卡的一个牌子 深圳那边一个工厂做的 性能也不用说了 然后这个牌子呢 还供应很多现在现役的CTCC车队的赛车的轮毂 所以质量上用起来很不错 而且过段时间呢 我还会去给它配上一个 在这个位置配上一个POW式的黄色的贴纸 然后再把卡钳也喷成黄色的 啊 那个配色 我在这等一下给你上一个效果图 真的会很漂亮的 然后再看一下前面 前面呢 就跟我之前的那个卡雷拉S不一样了 前面这个位置 尤其是卡钳 它的刹车盘的直径会更大 然后卡钳也变成了六活塞的一个卡钳了 所以刹车的力度呢 比起我之前的那个白色的卡雷拉S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当然了它动力也提升了不少 等一下我坐到车里再去跟你说过于它动力方面的一些非常夸张的参数 然后前脸 前脸 你也说不出来哪有变化 对吧 但就是整体看上去要比我的那个白色的卡雷拉S要更加的敦势跟 先低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它原厂就有一个软质的下唇边 它知道这个下唇边肯定会让你拖底的 所以在这它就直接用了一个亚光的不带漆的这么一个软质的下唇边 而且可以独立去给它拆下来 然后这个位置呢 也不是日间行车灯 因为在08年那会儿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个呢 其实是个转向灯 除此之外 它外观呢 就跟之前的我那个白色的卡雷拉S没有什么区别了 下面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车里 车里呢 说真的啊 这个红色的内饰可能很多人都会特别的喜欢 而且我当时看这台车的那个选配的单子 它专门还为了这个红色的内饰去花钱选配了 但是从我个人而言啊 我不太喜欢红色的内饰 可能猛的一眼看上去啊 挺有激情 但是这台车如果你长期去拿它代步的话 那红色的内饰你可能看不了几天或者几个星期 你就烦了 而且你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红色那是会让你的心情很焦躁的 所以这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然后再来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跟大家聊的这台911 997.1 Turbo的动力参数 你知道这台车有多少匹马力吗 原厂啊 480匹马力 620牛米的这么一个数据 然后原厂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大概就是3.7 3.8秒的这么一个时间 而且现在听起来已经挺厉害了 对吧 而且就这台车如果你去给它写一个ECU 再去写一个TCU的话 就是变速箱电脑的话 那目前国外他们用比较好一点 高标号一点的燃油的话 那这台车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在不改变硬件的前提下 可以做到3.2秒0到100公里每小时 如果你在换个涡轮 如果你在改改这 改改那 改改进气 那他们甚至有人已经做到2秒9的这么一个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了 我真的是很夸张 所以这台车我个人认为是很高性价比的一台车 而且你想这个车08年到现在才几年 已经跌没了几倍了 跌没了三倍到四倍的这么一个价格了 哇 所以我个人是没在中国玩911 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 真的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事 去找找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够找到一台卡雷拉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慢 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卡雷拉4 卡雷拉4s 或者是这个917 turbo的话 那真的就挺幸运了 而且这个车其实就值得你留着它一直开 而且你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它年份长 可能它的发动机会不会容易出问题 我这点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因为我已经买了过往那么多台911了 就是这个911的发动机 其实它的故障率很低的 如果你不是去忘了保养啊 或者是亏了各种的这种液体啊 比如说冷却液亏了 或者机油亏了 变速箱油亏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其实它的故障率是很低的 而且就算是这台车你把它的中缸给拉了 那它的维修成本也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中缸是带缸套的 你不用把整个中缸都换掉 只要把里面的缸套换掉就ok了 但是它的这个维修工时费不低 为什么 因为它随便修点什么 就是这个911你随便修点什么 就得把整个发动机给落下来才行 因为它后面的位置实在是太满了 撑得太满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地方下手去进行一些维修的动作 所以就必须得把发动机拆下来了 而且这张座椅看到了吗 虽然不是什么Recaro啊 什么这些知名的运动品牌 但是做起来它的包裹性真的是非常的强 而且它的这个包裹是可调的 你看到这个护围了吗 这个护围是可以往里加紧的 还有屁股两侧的这个护围也是可以通过我左手边的这个位置去调整加紧和放松 所以说这个座椅虽然包裹性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胖体重很大的一个哥们儿的话 其实坐在这儿你也可以调整到一个你比较合适的方式 然后这个车呢 比我之前的那个卡列拉S 还多了一个胎压报警 就是那个胎压显示等等等等这些配置 所以这台车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